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曲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国盟的主席慕尤丁 他在柔佛的补选的场合上 今天公开发表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行动党是这个团结政府 西盟政府的权力来源 所以这个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仿佛失去了权力 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很好奇一点 不是已经讲好吗 补选期间不能讲三奥课题吗 他现在这个妥妥的讲到三奥里面的其中一奥就是种族 警察还等什么 OK 我讲一下别的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国盟 无论是哈利亚旺也好 没有一定也好 还在那边每天打这个种族牌 每天都讲了 这个 团结政府 是不清真的 然后呢 国盟政府才是清真的 所以呢 这个团结政府就代表华人 你要国盟才是一个纯埋人 他完全都暴露了他们的民政党真的是 从头到尾只是一个粗窗摆射罢了 每次讲到他国盟及纯埋人 那民政党算什么人 想到这点就好笑 OK啦 这些也不要紧 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我心里面就想 如果我是安花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会 语重心长的 跟 全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来一个 长篇大论 其实 国庆日刚刚过去 他应该趁国庆日的时候 讲这些东西了 不要紧 9月16号大马日要来了 还有机会可以讲 要这样讲了吗 OK 我就来起一个草稿一下 就是这样 OK 我安花现在是你们马来西亚的第10人首相 我知道 你们身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族群也就是马来人 你们感到非常的担忧 尤其是 国盟 这个回教党跟土团 每天在那边煽动 告诉你们 这个团结政府是被华人 操控的 现在 明知是团结政府 但是实际上是 行动党政府 是华人政府 是共产党政府 是共产党政府 所以 你们马来人 现在 惶惶不可终日 每天都在担心这个天会塌下来 每天都在担心这个国家跟土地 会被华人给夺去 OK 所以 我现在我身为这个团结政府的首相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 但是你们不会相信我 你们宁可去相信 这个 慕尤丁跟这个哈迪阿旺 这个 六周周旋的成绩已经充分的显示了 你们都支持 国盟 不支持我团结政府 你们摆明就是 相信他们那套 不相信我们 你们相信 这个团结政府真的是完全被华人操控了 然后 我现在讲什么 你们也听不下去 应该要怎样呢 啊 我现在我能说的就是 OK 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的权力跟地位呢 是受到这个宪法保障了 宪法保障了四样东西 就是 马来人的特权地位 然后呢 伊斯兰教是 马来西亚国教的地位 还有就是 马来文是马来西亚的国语的地位 还有就是 马来西亚 那些皇室跟统治者的地位 宪法保障了这四样东西 这四样东西呢 是 没有办法被废除了 如果你要废除的话 可以 你必须要在国会里面得到三分之二的国会研通过 然后呢 你还要得到的 同志者理事会的一致通过 你才有办法废除了这些东西 但是呢 根本是不可能 成立的 首先 我们的国会议员里面三分之二 是非马来人 有发生过吗 没有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便你真的可以拿到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员通过 统治者理事会那一关也过不了了 所以 宪法保障了这四样东西 你马来人的权利 马来文的权利 回教的地位 还有这个统治者的地位 这样 你们担心什么 啊 即便今天这个首相给华人做去了 啊 他也没有办法跟你废除掉这四样东西 这是一个事实来的 啊 OK 这是第一点 啊 第二就是了 刚才我说即便是华人做首相啊 这个也是 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现在你默说你要让华人做首相 现在呢 首相 副首相 啊 国防部长 交易部长 内政部长 财政部长 没有一个是华人 啊 所有的重要部长啊 都没有给华人做 啊 三军总长 警察总长 啊 还有啊 啊 这个总检察长 还有大法官 全部都是买人 没有一个是给华人做 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啊 OK So 国门 不会告诉你这些的 但是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 就摆在你们的眼前 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OK So 现在呢 你们这么相信国门 我讲什么你们都听不进去 啊 So 我可以做的事情 只有一个意见 就是 我用时间 来证明一切 啊 我 我会用这接下来最后的四年的时间 向你们证明一样事情 就是 天并不会塌下来 啊 这四年你们身为马来西亚 国内最大的种族 马来人 啊 你们会发现到 你们这四年 啊 的所有的生活细节 并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你们依然是马照跑五照跳 啊 并没有这个国门所形容的 你们全部会变成华人的努力 啊 啊 我现在口说无凭 我用四年的时间 向你们证明 啊 四年后你们就明白我今天所讲的东西 啊 我只希望 啊 到了四年后 下一届大选之前 啊 啊 当你们 啊 啊 轻生的体会到了 啊 啊 一切都没有变化 啊 啊 然后呢 你们没有变成奴隶 华人也没有变成国家的主人 啊 感觉全部都是维持原状 啊 啊 也许国家到时候会更加进步更加繁荣了 啊 但是呢 你们现在享有的一切 啊 特权跟地位 并没有受到挑战 啊 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更改 所以你们到时候你们会发现到 你们已经上了这一个国门的当 啊 国门每天在那边吓你 恐吓你 骗你 啊 到时候你才发现到天并没有塌下来 啊 所以到时候你就会想起我今天讲的话 啊 我没有骗你 我用四年的时间 向你们证明 啊 你们之前的担心全部是多余的 啊 然后 四年后你们就会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要不要继续支持我 啊 OK 好 完毕 啊 如果我是安华的话 我真的是 会跟马来人 如此的长篇大论 一段演讲时 啊 重点就是呢 啊 我现在讲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 啊 反正你们相信国门 但是我用四年的时间向你们证明 啊 所有东西都不会改变 啊 并不会发生你们所担心的天会塌下来 啊 当你们四年后发现到天并没有塌下来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你们被 光明骗掉了 啊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